这个视频点评一下午餐肉罐头 像这个梅林的午餐肉罐头 我已经吃了20多年了 前几年 听说这个美国的试棒来中国 我也尝了 最近又买了这个4003工厂的北戴河午餐肉 也尝了 做一个横评 虽然我平时做的是数码游戏类的内容 但是我也是个吃货 首先说一下这个午餐肉都怎么吃 我们家最常见的就是切成片 涮火锅 还有一个就是切成片 煎一下做三明治 第一点先说一下价格 目前来看 不管你是从超市 这320也都能买得到 从马上价格要便宜一些 也都能买得到 但是价格他们都是 这个相对来说最便宜 340克 这是200克的 北戴河这个要比它贵一些 这个试棒 美国的这个价格最贵 然后看一下时间 上海梅林的这个罐头创建于1930年 试棒的这个罐头源自于1937年 比咱们那个还晚了7年 这北戴河这个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兵工厂的吧 它这个叫秦皇岛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这是荷梅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这是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 我在选罐头的时候 看重一点呢 就是它有没有添加剂 都有什么添加剂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先看这个梅林的 梅林的午餐热罐头有很多版本 我喜欢偏爱这个版本 其实我念的这个 你们去超市也都能看得到 配料 猪肉 水 玉米淀粉 这是古什么粉 大豆蛋白粉 食用盐 白砂糖 味精 香辛料 食品添加剂有 复配增酬剂 卡拉椒 绿化钾 三聚磷酸钠 葡萄糖 三聚磷酸钠 怎么又一个 地义抗坏血酸钠 亚硝酸钠 红取红 然后再看这个北戴河午餐肉 它前面写的 这是它一个卖点 零添加香精色素 烤辣椒 它的配料表 猪肉 水 淀粉 大豆分离蛋白 食用盐 白砂糖 味精 白胡椒粉 三聚磷酸钠 地义抗坏血酸钠 亚硝酸钠 这个很明显要比 梅林午餐肉罐头要少很多 但是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它上面说的 那么这个那个的都是什么意思 都干什么用 但是我总感觉加这种添加剂不好 尽量别添加 所以说以后我会尽可能的买这个 少买这个 以前我已经吃了20年的梅林了 就是因为添加剂的问题 我宁可这个贵一点 我也会选这个 然后再看看美国的 配料 猪肉 水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有什么呢 叫枪饼 鸡 二 淀粉 磷酸 酸 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然后亚硝酸纳 食用盐 白砂糖 那这个是最少的 怪不得最贵 这是最少 这是原味的 然后他们家还出了一个 这个叫清淡味的 减盐25% 这个我还没尝 我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原味的罐头 还有他们家有一个黑胡椒味的 最后再说哪个好吃啊 这个清淡版的猪肉 水 枪饼鸡 二淀粉 磷酸酯 白砂糖 食用盐 复合调味料 这个复合调味料就不知道是啥了 亚硝酸 钠 没了 这个好像没有复合调味料 没有 那这个是最少的 这个 试棒 原味 这是最少的 但是它也是最贵的 这个清淡的稍微比它便宜一点点 这三个罐头都是质保三年 36个月 如果问我哪个好吃呢 首先说它没点午餐烧罐头 我为什么吃它吃了20多年呢 从不到10块钱 2001年吧 02年 在超市里边它其实算贵的 后来涨价涨到9块多 10块 11 12 15 后来超市到18 现在超市卖23 这个味道比一般的普通的其他品牌的罐头都要好吃 而且它的含肉量好像也挺高的 它没有写具体的含肉量 这个有含肉量90%猪肉含量 这个也没有含肉量 它没写 最近我又吃了一下这个北戴河午餐肉罐头 那这个口感味道也不错 会比这个好一丢丢 在市磅刚进中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买过 其实也就是两三年前的事吧 这个午餐肉的罐头味道比这个要好 也比这个要好 所以说从味道上讲 这个是最好的 添加剂是最小最少的 价格也是最贵的 不能常吃 这个太贵 没有做广告的嫌疑 这个我吃的是最少的 这个吃的是最多的 这个以后会经常吃 你说我给谁做广告 其实做这个视频呢 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像这种午餐肉都是真空包装 而且是金属壳 我的认知里啊 像这种如果高温杀菌之后 在真空条件下 在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 应该能保存三年吧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午餐肉罐头 这么大的牌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添加剂 这些添加剂都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我不了解 有董同学给说一下 那这个为什么能做到 它只有两个添加剂 那咱们就不能说 没有任何添加剂 比它再少俩 是不是会很贵呢 还是说不符合什么标准 这个我不懂 有董同学希望 在评论区说一下 我一直想了解 其实这个视频 我很早就想做了 就是不懂这个问题 那今天又买了寄托罐头 做视频对比一下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吧 再见 感谢观看